一生子妹平安 欢迎你来到一月底最后的一个崇拜 让我们用讨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 一切讨告 这边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 因为你对我们的爱 让我们这些懒弱的人 有罪的人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受死 以至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来到你面前 来敬拜你跟前的关系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建立每一个崇拜 每一个相信你的人 把我们的重担忧虑放下 以至我们尊心的 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来拥要你 主要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而求 Amen 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 用 海中文字幕志愿者 山下灾 你是我的一切 你好比贵重的城堡 我只能放弃你不要 你是我的一切 耶稣神高养 你得了赞美 耶稣神高养 你得了赞美 耶稣神高养 你得了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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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放弃你不要 你是我的一切 耶稣神高养 你得了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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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 trä寻 你得了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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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lo Cooper 你得了赞美 耶稣神够养 配合大赞美 耶稣神够养 配合大赞美 耶稣神够养 配合大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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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投稿 这辈子处理是配合大赞美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软弱的 自私的 骄傲的 不爱你的 你同样的每一天都要赎我们 每一天都用你的爱 保守我们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解离每一个人 帮助我们 不单单是头脑上对你的认知 更是心灵上对你的爱 每一天都在增加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建立我们 以致你的平安 你的祝福 临到我们的身上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经营你 主要帮助我们 使你成为我们 生命上的一切 以圣的祷告是否 救主耶稣基督之中 我们这里每一个 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子民 但是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仍然会犯罪 我们虽要承认自己长长的失败 但是我们也知道 主耶稣基督在天上 向天父为我们带愁 天父也不肯开着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每一个都应该 全着真诚和尊心来亲近他 让我们一起用认罪门来向我们的神不罪 最慈悲的上帝 我们承认在思想 言语和行为上 常常得罪的理 应做的不做 不应做的反道 我们没有尽心爱你 也没有爱人如己 现在我们痛心恶非 恨求你施恩 怜悯 因着圣子耶稣基督 谣述我们的以往 辅助我们的现在 引到我们的将来 使我们乐意遵循你的旨意 同你约乐 为荣耀给你的圣名 阿们 我们的神 持守祂的应取 祂的话语终不乐空 只要我们愿意向神 坦诚我们的罪 神必定赦免我们 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每一个人受死 约翰耶稣基许地教导我们 我们若恕自己没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舍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尽我们一切的福音 现在是我们聆听神话语的时间 在一起之前 让我们同心可疑的语 来一个谈谈 感谢天父 向我们启示你自己 在你的爱之里 显明因信而咒之道 如今我们恒求你 以你的话语教导我们 预备我们忠心 服侍你 阿们 今天的基门是在 路加福音五将一到十一节 还有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我们要 邀请我们的利兄弟 为我们把今天的基门读出来 利兄姊妹拼了 利兄姊妹拼了 可以听到吗 听到 今天的经文在 路加福音第五章 耶稣 耶稣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网写些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伏在耶稣期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 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 西闭泰的儿子 雅各 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这事以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利未 坐在税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以上是神的话语 感谢神 现在邀请三门为我们正道 谢谢你们平安 开心 能够再一次 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领受神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谢谢你 让我们知道 你是那一位 如此爱我们的 那位父神 如果不是你 我们 没有人能够来到你面前 如果不是你的启示 也没有人能够认识你 没有人能够明白你的旨意 所以今天 我们恳求 你的灵再一次 来充满我们 来引导我们 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你 和你的旨意 奉祝耶稣基督的圣诞 阿们 这个 这个 听我的话 翻不过去了 翻不过去了 你看麦克尔一走过来 我都没有动 他就已经可以翻不去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题目叫 跟从主 得人 大家相信我们 基本上 之前大家都已经 看过这段经文 所以知道说 这个是从经文里面出来的 那么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的 我们所学习的 所以上个礼拜是 麦克尔弟兄跟我们分享的 第一次 这个《路加福音》 这个系列 当中的第一次 所以大家还记得 当耶稣 他在 达萨勒的会堂里面 去打开 一个经卷的时候 他读了 以赛亚史上的经文 就是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 高我 然后怎么样呢 所以主的灵在 耶稣身上的时候 就要叫他 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然后拆遣 他去报告那些好消息 让贝鲁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神 越大人喜 所以耶稣 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就要去 向穷人去传福音 到处去宣讲 这个神国的好消息 那么接下来的 这些经文 我们也看到 告诉我们说 当耶稣满有能力的时候 他周围到处去教训人 然后他又去赶鬼 他又帮这些人去医病 所以这都是耶稣在做的事情 以至于什么呢 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人听了他说的话 看到他做的事情的时候 这么多人看到 哇 这位耶稣真的是 太有能力了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 所以众人 就要留住他 我相信我们今天 如果要看到有这样的人在这儿 我们绝对也是跟众人一样 我们要把这一位留在我们眼前 我们舍不得让他离开我们 但是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始为此 所以在这儿耶稣就告诉了众人 也让我们知道 他奉附的差遣 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在哪里 传神国的福音 OK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 记住这一点 所以我们再来接下来 来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其实我们主要集中在 就是这个发生在湖边的这个世界 所以首先从一到三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 发生的场景是怎么样的 所以基本上 从这个经文里面 就能看到这个故事的场景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然后我稍加解释 让经文自己来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当耶稣站在这个 这里提了一个名字叫 格尼撒洛 那其实这个呢 这个名字呢 在福音书里边 出现的情况比较少 在这个路加福音里边出现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 基本上提到 是另外的名字 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 加利利火 或者说叫加利利海 那我们如果是 我们当中有一些去过西藏那边的人 就知道说 他们对那些湖都叫什么海 什么海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湖 不论他叫加利利海 还是加利利湖 或者说格尼撒洛 是指的都是同一个地方 所以耶稣站在这个湖边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到 我们刚才说到 耶稣之前已经在众人当中 行了很多神迹教训 这个告诉他们 关于神国的好消息 所以这些人都被他吸引 这么多人就在他旁边 所以很拥挤的 要来听他去讲这个神的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他没有办法转心去讲 所以呢 他见到有两只船 关在湖边 或者说靠在那个湖边 然后打鱼的人呢 却离开船洗网去了 所以基本上 我们如果再往下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时间应该是在早上 因为那些人打鱼 他们是晚上打鱼 所以他们晚上打鱼 早上去把网给收拾了 洗干净 再预备下一次必用 所以船在这儿 有两只船 其中有一只船 是西门的 西门这个名字 在路加福音里面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 虽然说 之前提到的时候 不是提到关于西门的事 而是关于他越谷的事 就在善语上提到 耶稣怎么样 医治了西门 他越谷的 我们翻译叫热病 或者说是发烧 当时发烧是 可以说是在当时的医疗情况下 有可能成为 造成很严重的结果 发烧 那个烧降不下了 有可能会死掉 在上一章祈祷 耶稣医治了西门的岳母 所以他们之间 应该是认识 而且应该是关系比较密切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不是单单从路加福音来看 从其他福音来看 看到 那么 耶稣看到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他就请西门把这个船撑开 稍微的离开 大家看到这幅画面就是这样 耶稣坐在船头 向着岸上的众人 从船上去教训他们 或者说在船上跟他们去传讲 神的道 或者说这个天国的消息 去告诉他 到底在讲什么呢 你没有告诉我 所以我们去深究他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说是讲神国的道 其实他重点是在接下来这一次 他讲完了 然后呢 他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往哪 然后西门就回答说 夫子 或者说老师 这是一个尊称 我发现现在 尤其是我们 你们如果 相信有一些人看 大陆的综艺节目 现在个个都是老师 是吧 你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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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个都是尊称老师 所以西门就尊称这个耶稣说 老师 他这是尊称 实际上呢 他是不是真的把耶稣当成老师呢 这个我也很难说 但是呢 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招 是他很坦白的讲 我们一晚上在这儿要尝试要打鱼 你为什么 大家知道说 虽然我们不太懂那个打鱼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会买东西 你们要去市场买东西 要买最新鲜的 都是早上去 对 那个水产也是这样 所以那些渔夫是希望晚上打鱼 一大早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 卖个最好的价钱 所以这是他们惯常的做法 但是西门和他的同伴 我们 所以是包括他的同伴 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市场 但是 现在呢 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其实我们从福音书里边 我们也可以了解一点 这个彼得他的背景 彼得是个资深的渔夫 很有经验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 他并不是住在这个家里 这个湖边的家乡并不在水边 他的家乡是在另外一个 离这个水边稍有段距离的 另外一个小城镇 叫卓塞纳 实际上 他的几个同伴都是那个 接下来提到的他的同伴也是那个地方 所以可能是为了谋生的缘故 他们来到这个湖边做了渔夫 但是他们应该是相当有经验的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 无论是你 你现在或者以前 你做你的自己的那个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是很专业的 所以当别人告诉你说 你应该怎么怎么做的时候 比方说我要告诉Jason 我今天坐他的车 我告诉Jason 我跟他一起去接了一个客人 Jason是做这个 接这些客人来往不同的地方 如果我上了他的车 欸Jason 你要走这条路 别走这条路 Jason肯定想 还用你来告诉我 我走了多少遍这个路 这个时间 哪里塞车 哪里路塞车 哪的红灯少 我难道不是你清楚吗 所以我们如果是听到别人 对我们所熟悉的东西 去知识点点的话 我相信我们很难像米河这样做 我依从他 但是彼得为什么会依从耶稣呢 那我相信 我们不需要 从属灵的角度过多的解释 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彼得在之前看到耶稣 行了很多的神迹 所以耶稣之前就在这个地方 去 去 从很多人身上把这个鬼赶出来 给很多人把那个病治好 包括 西门他自己的愿望 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有能力的人 所以彼得想说 OK 那既然 你说让我到水深之处下 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好吧 老师尊称你一声 耶稣老师 好那我就听你的 我来试一试 哎 结果 虽然说是个尝试 他们下了网 圈住了许多鱼 然后这个网险些裂开 很好 我无法想象 这个网险些裂开是什么感觉 啊 然后就招呼另外一只船 要从外来帮忙 他们就来把船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大概有点类似于这个 茶族里边所描绘的这种景象 所以真的这个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 我还是这么说 他们其实一开始不一定说就是相信的 说哎 我只要听耶稣的这么做 就一定能达到这个结果 但是当他们这样 去当西门当他的同伴去听从了耶稣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哇 事情居然这样成就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 当西门彼得他看见 有这样的结果 一个小细节 这就把这个名字改成西门彼得了 刚才指的是西门 所以这个英文名字就是Simon 就跟我的名字一样 西门彼得 所以大家记住这个西门彼得 其实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 彼得是耶稣给他的名字 耶稣呼召他做门徒之后给他的名字 但是在这儿呢 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 路加来的名书 路加其实是一个外邦人 他跟其他三绝福音书的多人 身份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在这里 所以马太 马可 和约翰 他们都是犹太人 但是路加呢 他是一个非犹太人 而且他去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应该是比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 要更晚的时候 所以当他访问了很多人 去写下来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实际上 他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写 所以他寄到这儿 其实这个西门彼得 他也没有记载说 噢 耶稣给了西门另外一个名字 叫彼得 但是我们在这儿没提醒说 这个西门 西门彼得 其实指的就是同一位 那么西门彼得这个时候 他的反应就是 马上就 整个人就趴倒在耶稣的面前 扶在耶稣的面前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还是这么说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当然我们都知道 我这个讲罪人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不必过分的去解读 彼得在这个时候 他如何的 承认耶稣 跟他的那种关系 他在耶稣面前就是个罪人 因为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 知道说 其实 彼得之后 一直到他们去 应该撒尼亚非利 彼得途中 彼得才 告诉耶稣 或者说 神透过彼得的口 承认了耶稣的真正的身份 是基督是神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如果是看福音书 了解这个福音书 更多的是从 一个什么角度 就是 我服了 我服了 我们说用大白话说 我服了你了 我这个专业的语服 都整夜打到 当你这么 吩咐我们一生的时候 就能打到这么多语 真的是 我完全俯伏在你面前了 当然 我们也不必说 就是单从这个方面来理解 但是我说更多的是在这个角度 然后 彼得和他的同伴 就非常的惊讶 对于这个结果 非常的惊讶 所以这里就提到 他的同伴其中还有 两位 分别叫 雅各和约翰 这两位呢 都是西立太郎 当然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也有讲到 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位 就是彼得的兄弟 叫安德烈 所以有两对兄弟 彼得和他的兄弟 安德烈 以及雅各和约翰 所以耶稣 就 其实就对他们 说 当然 在这里提到 是对西门 就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其实在其他的几个福音书里面 讲的是 要得人 得鱼了 因为他们几位都是鱼父 所以耶稣在呼召他们 呼召他们 去跟随耶稣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背景 其实如果从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来看的时候呢 也知道说耶稣呼召这几个人 来跟随他 来做他的福音书 其实不是一次 所以并不是 一呼召他们 他们就马上就跟走了耶稣 但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里面 因为我就说路加他的记载 记载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部分 所以他有可能说 对其中的一些细节就进行了缩写 在这路加告诉我们说 当这几位渔夫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的时候 他们就把两个船拢了暗 然后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所以这个就是代表说他们回应了耶稣的呼召 他们成为了耶稣的门徒 他们当时的行动 我还是说 这个应该就不是第一次耶稣呼召他们 但是路加在这里记载的时候 就是他们在这个时候 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是那一次 完全的离弃了他们原来的老行当 原来是打鱼的 甚至连这些家伙事都不要了 当然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有提到说 他们把这些留给了 那两兄弟雅各约翰的福气 西比泰还有他们的武功 那所以有些细节记载 稍有不同 但是并不矛盾 那所以路加在这里突出的是 他们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 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 那我们跳到第二十七二十八节 所以刚才提到的是 耶稣呼召这几位渔夫 然后这几位渔夫就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 然后二十七节说 这是以后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税吏 是名叫利未 坐在税关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了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所以这是他也呼应了 回应了耶稣的呼召 成为了耶稣的文章 这提到另外一位文章 叫利未 所以大家知道这位利未 我们更常熟悉的他的名字是什么 对 就是马太 马太福音的作者 就是这一位税吏利利未 所以我们在这关注的已经是 在这细节更少 只提及了耶稣和呼召他 而且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你跟从了耶稣 所以在这个地方 十一节和二十八节 其实都是把重点放在这些人的一个回应方面 他的回应都是 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 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 那我可以说 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描述的是 首先是这几位门徒 那当然十二位门徒 也没有其他的门徒 也没有说一个一个全都这样 耶稣呼召他们 没有全部的细节 没有给告诉他们 但是这里就祈祷这几位 他的回应就是这样 相信其他的门徒也一定是这样 因为耶稣 他在 最后 他在世的最后的三年多 大概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他就四处传道 那么他呼召门徒其实是在他一开始传道的很早期 基本上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就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 所以基本上那三年多的时间 这些门徒都是跟随他到处去的 所以肯定他们是撇下了他们原有的东西 原来在做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也知道说 圣经告诉我们这样 其实不光是描述当时发生的情况是这样 其实也是要让我们明白 每一位基督徒或者说 每一位基督的门徒 其实这是一样的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成为基督的门徒 不是吗 所以我们每一位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的人 我们也都要学习这几个人是如何回应耶稣的呼召 所以当我们要成为基督的门徒的时候 我们要撇下所有的来跟祖的所有 所以提到这个皮下所有的 是不是要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作为基督的门徒 就要放弃一切所拥有的呢 相信大家这是心里面的疑问 让我们听到这个 说这个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的 我相信我们的反应 可能会有人惧怕 我要把一切的所有权都抛下 可能是惧怕可能是不甘心的 也可能是好奇的 或者说有的人 愿意说我要来迎接这个挑战 我要去皮下所有 所以我们来尝试我们一起 就是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皮下所有 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个皮下所有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这个自然反应就是 是不是我们要离析一些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包括 我想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财产 金钱 我的工作 我的地位 甚至说我的家庭 是不是我们用的这一切都要离析 但我一定要做这个文章的时候 是不是要离析这些呢 OK 这个先撇到一边 我要反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我们提到这个撇下的时候 撇下是不是一定 一定意味着损失呢 你们觉得呢 撇下是不是一定意味着损失呢 我们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 所以当我们觉得说撇下一定是损失的时候 当然 我们撇下 不要说撇下所有了 撇下一点东西我都觉得损失了 就好像说 前一段这个打个超市要换购什么东西 我有积分 然后我去到那的时候问他们说 我这有积分 我在哪换购 他们告诉我说 对不起 我那已经换购完了 你知道我感觉一下 少了十个亿 损失太大了 我相信大家 其实如果去想的时候 明白说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品项 就是损失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撇下的是 好的东西 有用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我们也可以撇下 可以离弃那些不好的东西 比方说 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帮助把这个病给治了 离弃了那个病 那个是损失还是得着 我们离弃了疾病 我们得到了健康 这只是一个例子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相信大家会一下子用来说 OK 所以我们可能会离弃的那个东西 有可能是负面的 我得到正面的 这是一种情况 或者说 我放下的一样东西 我得到另外一样东西 虽然说放下的东西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我得到的 我是为了要得到一个更有价值 更宝贵的东西的时候 我把这个放下 那个其实是更好 所以 我提醒大家 我们 当我们要跟着主耶稣的时候 我之前有跟大家曾讲过 我们其实 我们的 我们想要从神那儿得到的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我们去把根据和人生同在 神时时刻刻 和我们同在的时候 祂是一切美善一切祝福的源头 所以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活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神给我们就是最好的 最合适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愿意放下其他的东西 我们得到的 是耶稣 是这一位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 当我们越来 越能够 像他的样式 活在神的心 当我们的神 对 所以我们会放下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得到了耶稣 所以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认为这样的撇下 是损失还是得着的 那么再回到说撇下所有的 我们经常想到的时候一定是 那个反应首先是金钱 物质 工作地位等等等等 这个世上看物保费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 而且也是 我们觉得说 确实有一些 是我在 在世生活所需要的 比方说金钱 你说 哦是 难道我就要把一切的钱全部给人 然后自己一点不留下 那我怎么生活呢 我简单的来说 在圣经当中有一些 当我们去理解的时候 不要单单从字面来了解 不是单单这个字面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 那些门徒 我们看到那些门徒 他们是撇下所有的 看起来好像是 他们 赖以为生的那些 渔船啊 网啊 这些 这些东西都 丢下 但是是不是 这就代表着 在主面前 或者说为了主 而撇下一切所有 其实不一定的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 我们思想彼得 从那些物质的方面 他肯定是撇下 但是 在别的地方呢 他有没有撇下他的骄傲 他有没有撇下他的虚假 他有没有撇下他的胆怯 那我们 我们思想在福音桌后边所发生的事情 就知道 他还有跟其他的文族在争执 将来在天国到底谁是最大的 那 然后当耶稣 被抓 被审的时候 有人问彼得 哎 你是那个人的门徒吗 他三次不认主 然后甚至是说 当他后来 他被主重用 去跟外邦人去传福音的时候 那已经讲了一定是福音节之后 圣灵将下以后 所以 他还是曾经 在犹太人面前 假装说没有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所以这个不是一次他就撇下了所有 所以或者说今天当我们思想说这个撇下所有的 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 不单单是我们的地位 或者说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 其实更重要的是思想 当我们要更亲近耶稣 更要得着耶稣 或者说要主耶稣得着我们的时候 是有什么拦住我们 是有什么是我们无法放下 或者说很难放下的问题 所以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需要稍微的去调整这个方向 OK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跟从耶稣 当时的这些门徒耶稣就在他们的空间 实实在在的这个人 活生生的人就在他们的空间 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时候 我们可能首先要问这个问题 是我想跟从耶稣 但是耶稣在哪里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在哪里 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时候 耶稣在哪里 当然 我们基督所的弟兄姐妹都可以说出来 我们这位神 他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无所不在 所以耶稣虽然说他已经升天 他坐在天父的右边了 但是他还是在我们中间 我们今天在聚会的时候 他就在我们中间 没有错 没有错 同时呢 也是当我们要去跟从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透过神的话 我们透过圣经神的话去领受 我们去认识他 我们通过祷告去亲近他 然后不光是我们 我们通过我们自己跟他的关系 还有我们在团庆 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一起的 我们跟从这一位在我们中间的耶稣 但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可能会 不是跟从耶稣 而是要求耶稣来跟从我 尤其是当我们 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好像是存着信心去祷告 但是我们常常是把这位耶稣 当成一位蛮有能力的 但是他听我吩咐 所以我透过祷告吩咐你 去帮我找到工作 帮我把这个病给医好了 帮我把身份移到 我们看似很敬虔 看似很有信心 但是那个动机 那个出发点是否正确 我们需要有所思想 对于我们来说 跟从耶稣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持续的去认识他 持续的不断的认识他 而不单单是说 我今天我愿意相信 接受耶稣基督了 我们回到一些门徒的例子 在十二个门徒里边 有一个人出卖了耶稣 就是那位卖耶稣的犹在 他是不是耶稣的门徒 他最初有没有跟随耶稣成为门徒 我说虽然这个福音书里边没有告诉我们 那个过程那个细节 但是我相信最初这十二位门徒 都是类似的放下了自己所有 跟随耶稣 但是 他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是谁 他没有承认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他没有那个医院真正的去相信接受耶稣 去跟随耶稣 所以他是图有一个门徒的那个虚名而已 那么你也可以说 对于彼得和其他的另外十位 这十一位门徒来说 他们在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们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耶稣的那个身份 但是他们是透过这个过程 他们在透过不断的认识耶稣 去效法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认识加深 他们的品格 他们的行动也都不断的改变 而且直到圣灵降下以后 他们领受圣灵 然后备主大的事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跟随耶稣是一个过程 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我们每一位愿意跟随耶稣的基督的门徒来说 这是一个一生的过程 一生不断的过程 一直到我们建主边 一直到将来进入天国 OK 那么得人如得鱼 对我们建主 还是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得人 我们怎么样去得人 我想这也是大家看到这些得人如得鱼的时候 会想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那些渔夫 他们本来是为了自己 当耶稣呼召他们 要他们去得人的时候 所以首先这是一个女人 他们不再是为了自己去得人 而是为了主去得人 OK 按了数次 他这个在那跳 OK 没关系 那最后 当然我相信说 我们中间大多数的弟兄姐妹 都明白这个意思 最后只是一点提醒 就是 是不是我们 为主做工去服侍的时候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一定 能像彼得和他的同伴那样 听从了耶稣的 我去在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 就立马就鱼满仓了呢 我相信我们服侍的越久 越有这样的经验 即便是靠着主去服侍的时候 你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好似整夜劳力 却并没有打过手 我们有时候的服侍的国效 并不明显 或者说甚至是说 我们自己 没有立马看到的国效 但是 我们要凭着信心 我们知道说 主有他的计划 有他的世界 而且最重要的是 当我们 去得人的时候 就是我们在听从主的命令 去实践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所以首先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弟兄姐妹 最后 我们不想我们都要思想 或者说 要去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是不是愿意 透过今天的这个故事 我们是否愿意像这些人一样去撇下所有呢 或者说 看清 当看清 那些事 然后我们来跟随 耶稣的过程 那样 效法 这位主耶稣的样式 我们是为了神的恐惧 得人 不得欲 也就是 愿意 去委身 主交托给我们的事 相信 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思想 给出一个答案 也都需要 给出一个答案 其实 主耶稣给我们 每一个人 都有这样的风招 就是 要跟随 所以我们 需要 做出的回应 就是 寄许这位主的一个回应 好 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主啊 要跟随 你的话 在我心 使我脚步不偏离 令我走 这人生的路 你的爱 在我心 比与我同行 牵我的手 走下去 主啊 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 献给你 回应你的护照 来爱你 坚持一生 不偏离 主啊 我要跟随你 将我一生 献给你 献给你 求你 用我做你的 区名 将你的爱 分享出去 主啊 我要跟随你 将我的爱 我一生 献给你 献给你 回应你的护照 来爱你 坚持一生 不偏离 你 祝我 祝我 我要跟随你 你 将我一生 地爱 分享出去 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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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继续 帮助我们 这一群 虽然 我们说 我们是伤心的人 但是我们仍然犯罪 自私 教育 自我 帮助我们 放下我们的一切 帮助我们 教导我们 怎么样 跟随你 教导我们 怎么样 一生奉献给你 而把你的爱 继续的 全出去 求求你 继续的 每一天 保守 安待我们 以致我们 不远离 以上的祷告是否 求求耶稣基督神明 让我们用石头瞬经 向我们的主 表明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人的父 参照天地的子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应 某童精 旅马利亚所生 在本庄 比赖多首相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 埋葬 站在阴间 第三天 祝神的终佛我 圣天 坐在全人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他的降临 神盼 某人死人 我信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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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永生 阿们 现在让我们邀请 我们贵师妹为我们台带 你 让我们一起来到 父神 感谢赞兵 谢谢你 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 你相聚在你的身后前 一起来敬拜 赞美 美凭你的话语 领受你所赐的圣灵力量 主 你是我们存在 无所谣 你与主观我们存在 你是让你所有救灵 凌厉救灵 有话语 创造世界的灵力真实 你不但给我们生 而给我们生的量 让我们从罪恶的身体 拯救出来 还在我们内心的生活中 给随时随意的 主 主 在你眼前 我们都是罪 有罪的人 而且 要 是你为我们赐下你的爱子 让你死在身架上 争赎罪的代价 让我们后面 重备 可 受你的生命中间 得到我们生 这福音是你的大福 你的大福 你的大福 你白白上次给我们的恩典 是每一个世人你需要的 主 请我们帮助 给我们更多爱人的心 让我们承认严格化 透过你的圣灵 和你奇妙的救命 建立你的领寿和代价 让更多的人来关系零售 我所赐的风生的生命 主 请你让我们专注给你的大使命 加增给我们传福 的勇气和战胜 我们的决心 不论造洒主 还是坏洒主 使我们传福 你不携手 两样 我们的福 请你大 大文章写 让我们传福出去 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福利的出口 把得救的人 千年加分给我们的教会 主 请你献给我们的志愿 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这个城市 和这个福利的助手 让你把我们心情万年 充足的满足 让我们撇下一切 来跟随你 感谢赞美主 奉祝耶稣基督的生命祷告 Amen 让我们继续 向我们的神祷告 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教导我们的主祷们 我们一起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的圈里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同行在天下 我们利用的饮食 今天吃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越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送恶 因为国度 权并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让我们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人民 用起因的方式 继续投票 主啊 愿你被赞成高祝于天 愿你的荣耀充满权力 保守和恩待我们的国家 以公义和真理 引领我们 向私人前面通达的道路 在万国施行 带人的成就 求主欺杀 更名和真理 我们要全民的救本 主啊 随听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全民信靠 今天的家事分享 是有一点长 所以希望你们 有一点赖一下 第一就是 下个星期天开始 我们非福查经 就是 家福音里面的查经 下个星期应该是 第三个 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 拿到这本查经资料 我希望你们 下个星期一 下个星期一 我们有一个 就是小孩子的活动 也感谢主 带你一群小孩子 来到结果 我们教会里面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把十个福音 全给他们 也非常感谢 Lily Lily 还有 Shirley 还有 Lillian 弟兄姊妹们 一起帮忙 来教育 这群小孩子 弟兄姊妹 2月 2月12号 2月12号 是什么时间 发生什么时间 2月12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中国新年 还有就是 2012年 是牛是不是 Firley 是不是 是牛 是不是 为了庆祝 我们中国人的信念 我要请所有的弟兄姊妹 在 12月6号 跟我们一起 12点钟 回到教会里面 一起分享神的爱 当然哪一天 我希望 不单单是我们一起 来抱脚子 更重要是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带一道菜回来 还有 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要请我们身边的朋友 还有家人 回到我们神的家 来分享神给我们的爱 也 也拒绝这个 celebration吧 发生的爱 让他们记得一下 全给他 下个星期 加回所有的活动 不管是冰冰球 不管是学中文 不管是小学生 或是中学生的天气 完全恢复 再一次 如果你身边有小孩子的 他们要学中文 就可以跟 Simon报名 英语班也是下个星期五 恢复 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 我们教会跟 Aki Claire 一同合作 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把神的爱 全出去 那么我们怎样去做呢 我们非常感谢 让我们教会有这个机会 怎样去完成神给我们的 解明 就是 他们叫 Mobile Pantry 就是说帮忙 这个社区 有需要的朋友们 如果他们 有需要 在 在 shopping上 有这个需要吧 我们可以便宜一点的 每一个 有需要的人 需要10块钱 我们就给他 一袋的 go sharing 就是 go sharing 中文是什么 日用的 需要的 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 我们希望 通过这一个 通过这一个 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交流 有机会为他们讨压 有机会分享他们的心 也有机会把神的福音全给他们 从下个星期五开始 10点钟 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就要发生了 但是更需要就是 如果 兄弟姊妹 你们有空的 我们欢迎你回到教育 一起帮忙 发生的爱情给他们 你们需要知道更多的资料 可以跟我 还有SIM 崇拜之后一起来谈 刚刚报告了小学生 还有中学生的 我们感谢主 弟弟姊妹 每一天 不怕失望的 帮助我们 弟兄姊妹去读经 还有就是星期五 满上 一同的同性 可以的为教会 为每一个有需要的 弟兄姊妹 去谈告 我邀请你们 邀请你们一同参加 上个星期五 我问个所有 信主的弟兄姊妹 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如果 星期天 回到教会 一件事不存在 你不再需要回到教会崇拜 你不再需要 侍奉教会 那么你跟神 有什么关系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 满有自信的跟我说 我跟神 非常 因为我每一天 都去认识 祂的关系 我每一天 都会向祂 也感谢 兄弟姊妹 虽然现在的 惩犯 是非常的 严重 但是你们仍然 继续的 支持我们教会 特别是我们的事工 我希望你们 更加的 努力的去 帮助我们 把神的爱 继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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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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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设计 主要用力 你要设计 走出去 与我的土地在你面前 将旁之地属于你 主求你们要走出去 不要停留在哪里 放心一身所列的凝序 他要将哪里是给你 中族去相爱相悲 将出去相同相亲 将你尽所命爱此 当你掌握之地 你要设计 主要用力 你要设计 走出去 与我的土地在你面前 将旁之地属于你 主求你们要走出去 不要停留在哪里 放心一身所列的凝序 他要将哪里是给你 主求你们要走出去 不要停留在哪里 放心一身所列的凝序 主要将哪里是给你 他要将哪里是给你 他要将哪里是给你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建立每一个兄弟之内 离开我们自我的世界 帮助我们让我们站立起来 由这个圣经走出去 争取你的国 成为你宝贵的儿女 以上的祷告是 祝福耶稣基督神的祝福 让我们提祷告 接受神为我们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神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生命的感动 祂有我们众所在 神经的祖道永远 Amen 让我们节礼每一个兄弟姊妹 带着神的平安出去 尽心竭力 自主爱人 奉主耶稣基督神的恩惠 感谢主我们现在 结束我们的崇拜 让我把圣经福音关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